假设一元二次方程式的两个根是3还有4 是求这个一元二次方程式 好,那我们知道呢 根与系数的关系 两根之和α加β会等于a分之负b 那两根之基呢 α乘β是等于a分之c 所以我们的这个一元二次方程式呢 就是ax平方加bx加c等于0 如果我们假设a是1的话呢 是就是1分之负b 好,那下面这边呢 就是1分之c 好,那我们就可以知道 负b是就等于α加β 那b的部分是就是等于负的 括号α加β 好,那c的部分呢 1分之c等于α乘β 所以c的话就会等于α乘β 好,所以呢 我们这个地方a 所以就是带1的时候 就是x平方 加上呢 这边是b的话就是负的 所以我们这边呢 就把它改成负的 就是负的α加β 好,那再加上c 所以就是加上α乘β 好,那这边呢 α加β 因为它已经告诉我们两个根 所以3加4等于7 所以b的部分呢 就等于负7 好,c的部分呢 两个根相乘 所以3乘以4等于12 所以我们再把它带进来 就可以得到x平方 减7x加12 2乘以0 2乘以0 4达 8辇2 3辇1 1 3辇2 4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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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辇8辇6辇1